超抵食國產牛燒肉放題 人氣店Red Rock打卡專用牛肉當飯 吃全日本排名第四的回轉壽司 大阪美食之旅第一集馬上出發 大阪美食之旅 Hello 大家好 說這麼快幾個鏡頭就來到大阪 第一件事是去買票 坐南海電鐵由機場出市區 這隻車有分急行和普通 座位亦有分指定席和自由席 由機場去到南坡 官方聲稱大約需時40至50分鐘 我就計時 普通車剛剛好是50分鐘很準時 去到南坡就要轉車 坐御堂根線 我們的目的地是深齋橋 順便在這邊買一張八達通 基本價格是2000日圓 其中500日圓是按金 剩下1500日圓可以用 除了JR 還可以搭某些路線的地下鐵 施鐵或巴士 又可以去便利店買東西 如果想值得玩些 可以預先規劃一下行程 按需要買周遊卡或周遊券 有不同日數可以選擇 車費可能會比全程用八達通便宜 大家自己計清楚數 等都未坐暖 我們便到了深齋橋 接著再拿著幾十kg的行李箱 行一百幾十級樓梯 我們便上到地面 終於來到酒店了 剛剛拿了鎖匙 現在立即和大家來room tour 我們去大阪東京這類城市玩 多數都是訂購這種商務酒店 喜歡它便宜得來 都有酒店的基本功能 設備通常沒有很豪華 但應該有的都會有齊 一般來說房間都偏小 不過我都接受 反正很少時間在房間 有位置開到行李箱我就收貨 今次你選都OK 每次旅遊Vlog都有觀眾問一個問題 就是酒店多少錢一晚 但我覺得我講過價錢出來 真的沒甚麼參考價值 因為不同日子出發 機票酒店的價格真的相差很遠 用不同的app或者網站 價錢又是差很多 所以都是自己價價 這間我覺得算挺划算 特別是它便宜得來 地位是好得爆 酒店樓下就是飄馬旗艦店 Chanel等等的大鋪 走去打卡位 顧力果和鞋道樂那邊 都不用10分鐘 超級方便 剛剛去了酒店check-in 現在就去吃今次大阪之旅的第一餐 剛才拿了房間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立即打電話在預訂位 第一餐燒肉放題 這間國產牛在大阪有11間分店 我們預訂這間 就是酒店附近的杜頓弗魚塘巾店 在顧力果斜對面 樓下就是京安之殿堂 很容易找 這間餐廳走平民路線 價錢也挺便宜 除了受當地人歡迎 很多遊客都認識他 我們去吃那天都見到幾台香港人 放題收費未計稅是3780日圓 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便宜些 另外加980日圓 可以要飲品放題 大家現在看到餐牌上的價錢是單點價 不用管 給了3780日圓便可以任食 食物種類非常多 特別是沙拉和熟食 就算不是食肉獸 來到這裡都有很多選擇 餐牌有中日對照 店員也懂得簡單英文 下order沒有難度 這裡上菜速度也很快 份量也給得很足 食燒肉放題 最重要當然是牛肉 這間餐廳的名字都告訴你 他們是專食日本國產牛 國產牛和和牛是兩樣東西 和牛是品種名稱 所以你會聽到有澳洲和牛 美國和牛等等 而國產牛就是指在哪裡養那隻牛 和品種無關 總之日本大的牛就是國產牛 好 好吃 謝謝 來賣 我们都叫了几款牛尼斯 肉质方面是参差的 有些中上有些就一样 今天这一餐来说 国产牛五花 上等横隔膜牛扒 口切上等两只牛扒 这三只肉质都是比较好 其他几款肉 有些就比较瘦 有些就有根 但平均来说都吃得过 这个价钱如果在香港吃烧肉放堤 牛的质素是没得比 国产牛是超斑 不过这里最令人惊喜的地方 并不是牛肉 而是沙律和熟食 大家看画面都知道 摆盘很漂亮 完全是单点的级素 不计烧肉 当来这里吃日式料理也问题不大 算港元有三百元一个人 这么多食材 香港有的话我日日帮衬 最后看甜品 不过不是任吃 每人包一款 如果是任吃就完美 看看实物 与餐牌的相片没什么差别 一样好帅 味道都不错 正常叫杯的东西都要几十百元 这一餐KID表示很满意 主要是覺得很划算 來到大阪當然要打卡拍照 很多人來到這裡 通常拍顧力過就會在那邊 即是這邊這條橋上拍的 但其實那條橋 整天都人頭湧湧 不太好拍的 如果你走幾步 下來這邊 其實後面這裡就是顧力過 這邊拍照是容易拍很多的 吃完飯都很爽 心齋橋一帶 除了餐廳和藥妝店 很多店鋪都開始關門 我們就去看看化妝品 我本來想試這個004的顏色 但沒有了 然後這個006的顏色 被人試到爛了 這兩個顏色應該挺漂亮的 這個牌子的唇膏 剛剛新出了這個系列 很少有日系唇膏有那麼顯色 讓你看看 很顯色 但我想試那兩個顏色已經沒有了 剛才找到這支棒棒可以試色 這個顏色秋冬很漂亮 它紅得來有一點啡色 很少日系唇膏有這種顏色 我買這兩個顏色 我買這兩個顏色 它這個牌子新出的眼影 挺好的 粉質又挺幼 我給大家看看 它的粉質好像也不錯 它顯色都不錯 很滑的 那些粉 還有一個閃粉色 這個是on top加在眼窩上面 這裏的藥妝店收很硬 所以女士們可以慢慢試清楚 不用急 男士們就可以站在一邊冥想 訓練一下自己的腳骨力和耐性 開心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11點半就排隊給錢了 那給完錢有什麼搞 當然是找另一間藥妝店再去冥想 這間各位真的要抹底 開到凌晨4點 而且它做給遊客的抵抗 做得很帥氣 7%off再加8%退稅 如果你們知道附近哪一間更便宜 留言告訴我 讓我下次去可以再節省一點 早安 各位 我們剛剛起床 現在先去吃東西 先去看 Red Rock 近年的人氣店 專門吃牛肉當飯 十幾間分店每間都要排隊 門口有餐牌 中英日文對照 有號碼 總共有20多個選擇 排排下一隊就會經過食券販賣機 順便買票再繼續排 我們今天都排了接近半個小時才進去 店鋪不是很大 幾十個位 樓面都是只有一個伙計 這個就是他們的成名作 烤牛肉蓋飯 這一碗是普通的 小碗些 如果要大碗 視覺上的衝擊就會勁很多 牛肉會塌到很高 成了山 不過我們剛剛睹大眼吃早餐 要一個普通的就算了 這個飯我覺得很好吃 五成熟的烤牛肉是粉紅色 肉質柔軟 加上他們的秘製燒汁 生雞蛋 和酸奶 味道酸酸甜甜 送飯一流 這個就是人氣No.2的牛扒蓋飯 用了美國牛扒 份量都不少 這間餐廳的牛肉是偏向rare那邊 但也不會出血水 剛剛好 入口嫩滑得來有少少趙頭 味道是以燒汁為主 帶少少黑椒味 這兩碗來說 牛肉我喜歡這份牛扒多些 但醬汁我喜歡第一碗多些 可以的話 當然是兩碗都試完 有很多東西 這裡是一個非消息的 就算了 好 我吃東西 可以 escape 有很多東西 在睡覺 要吃蜜蜜蜂 可以超快的 Ник來能勉述 有沒有 請上延瓣 或是我們可以找到天空的天空 I know you got dreams we can taste right I wanna know what it tastes like Tell me what's the motive you got it It's hard kept but it's more than a promise The way you move got me leaning along it I wanna see you tomorrow, talk to me Intoxicated by you 來到梅田板急第一站當然是走Casilla Casilla是一間專賣帽子的店 上次我東京VLOG都有介紹過 我們每次去日本都會走那麼多間當地的Casilla 所以大家之後都會看到它出現 我們不斷走一會,板急就走了 因為之後幾天都會走百貨公司 Kit說除非是一些斷屎的貨 不然就留下一次過出手 退稅方便些 I need a thought on his mind You could settle but the feeling ain't right Tell me what you feeling tonight Yeah It's like we both need a rain check Tell me I'm the one that need to save it 我進了幾天 G 我們很快就去到另一個商場 又見到Casilla 大阪這邊的Casilla 小過東京很多 每間店的貨都很不齊 所以粉絲真的要走那麼多間 不過它幾間店都很近 一個下午就能走光 這個 這個是這樣 哪個顏色好 第二間也有一點收穫 好 I can't let the past go The man of your dreams Tell me how that goes Like what did you ask for And what did you pass on You wanted that love again Well this couldn't last so Struggle What did you ask for Hustle, we need the fight Makeup to break up don't feel so right Propane be fuel in the city lights Now tell me you loving life You're the magic kind of potion You got me spilling out like an ocean But don't ask me what I wanna do Cause all I really wanna do is you Your red lips are so persuasive Girl, it's like you speak in cursive But don't ask me what I wanna do Cause all I really wanna do is you I'm intoxicated 在Grand Friends Osaka 走過少少 就找到有刀百喜日本最大的連鎖電器店之一 不過它比較集中在東京 關西就只有這間梅田店和京都店 它有十層,每一層都很大 電腦、電話、電器、攝影器材、手錶、遊戲機什麼都有 可以說是男人的天堂 其實只是有刀百喜都夠我走半天 來到日本逛相機店看看攝影器材當然開心 但有些東西在這裡買就不太划算 例如這些東西,為甚麼呢 因為是神牛來的,大陸牌子在淘寶買得 走過幾個月我看到有套東西好像很棒 這些什麼LED燈 拍照又可以,拍片又可以 那是甚麼牌子呢 南冠,不是曲奇餅 南冠即是一個大陸的攝影器材牌子 又是淘寶買搞定 在這裡看三腳架 有一個好處 就是全部品牌全部型號 它真的就這樣放在這裡 一隻腳你都可以摸到碰到 試到它好不好用 那如果在香港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放一些很入門的型號 那些比較高階的型號 就全部收了下櫃 要問店員拿才可以看到,試到 那所以如果你想試腳的話 其實在這邊玩就方便很多 Manfrotto就專出腳架 但自從早幾年收購了一個牌子叫做Cartar Cartar就是一個以色列牌子 專出給一些很專業的器材 就是以前電視台很多時候用的相機袋 都會是Cartar出的 那Manfrotto收購了它之後 就用回自己的名字 就出了很多這樣的相機袋 所以現在Manfrotto的相機袋其實都挺好的 大家看看 Nikon C7和Canon EOS R 都是放在這裡任人玩 平時在香港這些旗艦機要上毒氣室才試 這裡簡直兩部機放在這裡給你做A-B測試 望一望標4點多 但天氣有點暗 趕快轉移到下個地點 藍天大廈去觀景塔看風景 老實說 Kit和我對這類景點是零興趣 兩個人去過這麼多次旅行 是從來不會去這些觀景塔展望台之旅 今次因為拍片 故意去一去 打算拍多些景點給大家看 大阪這邊 11月中太陽白白已經很早下班 我們走到過去的天已經很暗 所以越走越快 希望可以拍到少少magic hour 行行重行行 又搭升降機又搭扶手電梯 我們終於上到去 和大家說回我們來到門口的時候 才知道觀景台的天台臨時要維修 不對外開放 所以最高只能上到頂樓 其實高度就沒問題 但這一層要隔著玻璃看 有些反光 效果真的差很遠 沒辦法 如果大家想來藍天大廈 記得查一查到時的日落時間 我今天晚了一點 跑著去都是差了10分鐘左右 光沒有那麼靚 和霸佔不到正向西邊看日落的靚位 當然不執著要看magic hour 日休或晚上去都行 事實上我們走的時候 都還很多人排隊上去 最後落地面 補回外貌給大家看 來的時候也拍不及 今晚吃回轉壽司 這間店本店在北海道有三十多年歷史 全國有十多二十間分店 他們很多食材 包括海鮮和米都是北海道直送 在當地來說都是一間人氣店 日本某大網站搞投票 全國五千間回轉壽司店 這間排第四 要一個這個好嗎 好啊 要兩個這個聽一件好嗎 好 除了直接拿回轉帽上的壽司 也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食物 師傅會即場做給你 每張桌子都有台帽 還可以選中文 餐牌有十幾頁 很多選擇 價錢來說也算大眾化 當然又不是最便宜的那些 我吃這碟是吞拿魚中拖大拖 三合一 985日圓 很有趣 大拖反而挺慷慨 大拖是切得厚 過最普通的吞拿魚 三文魚子有兩隻 剛才我吃了一個普通版的 這是北海道直送的 兩個是有分別的 北海道直送的那個 那個三文魚子 是爽一點脆一點的 那如果它普通版的那個 就是軟身一點 那個吞拿魚用裡面 應該是有條很粗的筋 都剁碎了放進去 剛才咬了一下就有些筋 現在放進去 這個東西是意料之外的好吃 上面那些是炸洋蔥絲 下面它就擠了少許美乃滋 然後再不斷地做了少許火 我們今晚都叫了十幾碟壽司 平均水平都中上 日本的平民回轉壽司很划算 價錢比較便宜 但很多時候質素都有差不多 特別是飯 多便宜的回轉壽司 那塊飯的質地和味道都不錯 吃完飯我們就繼續逛街 梅田的商場真的多到幾天都行不完 我們的逛街方式是比較針對性 預先已經檢查了哪裏有哪間店 有什麼買 有目標才去 如果各位來梅田玩 其實不一定要去那麼多個商場 集中行兩三個其實都很夠玩 下條片我們會一次過講完第3和第4日的行程 未訂閱記得訂閱 看完給個like 下一集會去大阪環球影城 門票快證應該怎樣買才划算 去哈里波特園區又有什麼攻略 超美黑毛和牛用來打邊爐就最適合 還要是任吃爽啊 兩萬日圓一個人的正宗神戶牛柳 當然要去百年老店試一試大師傅的手勢 再去京都吃米芝蓮一升的炭燒鰻魚飯 還要是平民價超難訂位 下條片見 拜拜